我们整年蹲点 持续记录 30个家庭与我们血脉相连 讲述脱贫的鲜活案例 倾听幕后的感人故事 《我的攻坚日记》 揭开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郭嘉宁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攻坚日记》 今天我们和《住梦声音村》系列片的导演乔洪 继续聊一聊《攻坚日记》背后的故事 乔道你好 乔丁你好 我说实话我在看了整个这个系列片之后 其中有一个人他前后反查特别大 最开始他是一个土专家 种果树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经验 还给大家传授自己的一些技巧 结果最后他变成了损失重的那个人 他整个这个人的感觉性格脾气 在荧幕上展现出来的那个感觉 都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个准确的时间节点 2020年的6月3日下午2点10分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会这么精确 精确到秒吗 精确到分就足以让他心疼了 因为那天一场大冰雹 他当时在地里干活呢 一片乌云压过来 整个天就黑下来了 那冰雹哩哩啪哩就打到那个园子里头 大冰雹大个的得有 他当时那时候上的小苹果这么大个 他下得特别密 他往外跑 他腿有残疾 跑得也慢了点 头上也大了也疼 但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说 他根本没觉得头上疼 他心里疼 疼他那些苹果 他那个园子五亩原子 大概有一百多棵老果树 二十多年的老果树了 他当天刚开始套袋 上午才套了七八棵 下午冰雹就砸下来了 十几分钟一地的冰雹 那树上的果子就惨得没法看了 在遇到这样的一个 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 怎么在聊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呢 他急呀 因为那是他全部的希望 他这个苹果要是种得好 到秋后的话 地头上的价格 一斤能卖三块钱 让冰雹这一打 上面就是一个坑 这果子就是等外品 惨一点的话就叫落果 五毛钱一斤 王小洪前期的滴罐设备 水溶肥 湿羊粪 大药 套袋 包括后面的人工 整个的下来 他一亩原子的投入的话 大概得到四千块钱 能感觉到王小洪这个人 他是接收新鲜事物能力 是比较强的 是的 因为他知道他种的这个苹果 是伤苹果 这个价值很高 那么风险也非常大 他的防风险意识是很强的 他会想各种办法 来尽量地控制 但是对农民来讲 真是还是靠天吃饭 风调雨顺的时候 怎么都好办 老天爷要是一翻脸的话 对这种传统种植方式的农民 他就没有抗风险的能力 他这个时候就只能指望着 保险能给我赔多少 能让我弥补一下这种损失 一般卖保险的和最后理赔的 他说法是很难完全一致的 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的话 现在在这个操作上相对地 可能粗犯了一些 他是以一个村为单位 整村投保 所以这些很多农户 在投保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直接接触过业务员 那这里面问题就出来了 那在这个村里面最终解释权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归 那个第一书记所有了 因为很多时候 他在里面承担的是 背书的这样的一个职责 就这份保险而言 可能在出现这个 理赔这个问题之前 村里人都没有看到过保险合同 大家信的是谁 是冲谁买的这个保险 听了谁的话 首先是冲政府 对吧 这是政府农业部门倡导的 而且这个保险当中 政府是出了大头的 你一亩地的保费 苹果80块钱 政府出70% 给你出56% 你个人才到30% 才24% 赔付额度最高能给到3000块钱 这个都是归农户所有的 对吧 这是政策带来的优惠 那农民首先相信的是政府 王小洪一定是非常非常着急的 他是6月3号 发生了冰雹灾害 我们是6月6号赶到村里的 那么王小洪见到 我们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诉苦 他当时希望说 你们是记者 你们应该到保险公司去帮我问 怎么赔啊 你们赶快帮我呀 那我跟他说 我们的情况稍微不一样 我们是记录着 我们想看你想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跟着你 我记录你的过程 所以说他去保险公司去咨询 这个事完全出自他自己的考虑 对 这个拉胡书记区也是他自己的主意吗 按他的话说 跟公家单位打交道 村干不是话 比村民说话管用 所以他得拉一个帮他的 就找胡书记唠叨唠叨唠叨 让胡书记跟他去 胡书记答应了 直接就答应了 胡书记还是犹豫了两天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他打心眼里 他关注这个保险这个事情 胡书记是去年的四月份 刚刚到这个村来住村的 他也没看到过那个保险条款 他也想搞清楚这个东西怎么赔 他刚到村的时候赶上过一场霜冻 他当时到村里去做过调查 他心里是有数的 他知道这个事情对农民影响太大了 所以后来这个冰雹灾害发生以后呢 他就觉得有必要去把这事搞清楚 给村民争一下利益 起码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合理的赔偿 胡书记跟他去了之后 您个人的判断 觉得对后来这个谈判的进行 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这里面一个是王小洪本身的这种性格 那种火爆 到现场肯定会漏不住的 会失控的 有胡书记在现场的话 把这个节奏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呢 王小洪自己他的文化程度不高 他更多只是站在 我一个农民个人的立场上 谈我的诉求 他很难去理解 这个保险合同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他必须是胡书记去 才可能把在这个层面上梳理清楚 跟保险公司有一个更好的沟通 就是节奋受灾 你就按节奋的损失率算 这种是配率最多的 如果你综合算的话 算集资受灾 你算价权的话 这种其实配率比单次配料少 对 我们刚才说 王小洪是一个聪明的农民 他会不会觉得 我的言辞激烈一点 是吧 我张牙舞爪一点 有利于我的谈判的进行 我唱黑脸来了 这可能也是性格使然 他在很多场合都是这样的 比较莽撞一些 莽撞 有点不计后果 但是就是他要维护的东西 他会非常坚决地要维护 您刚才讲你是一个记录者 那在那个 有点失控的环境当中 你还能安心做一个记录者吗 憋不住了 我动手了 拍了一巴掌踹了一脚 对谁 王小洪 真的吗 现在想想真的是很抱歉 是哪一句话 让你控制不住了自己的情绪呢 他就抓住一个业务员 曾经跟他讲过 一目的可以按 把我投保额的45% 我1350块钱这么给他赔 他是带着这么一个 很具体的目标去的 但是保险公司否认这一点 不认可 他就在这个事情上反复纠结 他在这个事情上反复纠结 你现在要支配 这后期以后是去实规范 那你就支配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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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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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阿克隆沙在你们独送你 我说郎总 是不是撒嘴一下 你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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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无缘的说话 你无缘代表你代表你 代表我代表 你无缘代表我代表你光丝 肯定代表你光丝 那我就去合胜 合胜回答 你去说话比赛的行李呢 就是一日比赛的 我没跟你介绍就是啥 追权位 追 那你无缘说话就是放屁 你看小红 你不是说的 你听我说 你不是你说的无疑 你说的反复纸就没说的 没得一句那么的想法 你去看合递 胡书记几次打断他 都被他给阻止了 我觉得不行了 我必须冲进去 我冲进去 接键然后就啪 就是一巴掌 我说别纠结这事 让保险公司说话 他们怎么想的 让他们先说清楚 不要在这儿纠结 继续 我就赶紧推出来了 然后是到后来了 胡书记已经开始 跟保险公司谈合同的事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理性要考虑的时候 对 双方你来我往的 在扣那些字眼了 我说我可能绝对 要听不下去 或者听不懂 他急了 他就又提出来 这个一亩地 一千三百五十块钱 你们就安证给我赔吧 就又来了 还是嗓门很大 我当时很担心 他这一嚷嚷吧 把这个正常的讨论 给打断了 但我要再出声呢 可能把这个谈话的 气氛又给破坏了 冲进去 对着他这个 小腿对我 啪就是一脚 他一回头 我瞪他一眼 还给我做个鬼脸 他没觉得 你不和他一般吗 我们是互相信任的 你和王小红 已经建立了 这样的一个信任的机制 是的 这里面其实还有 一个对立面 就是 记录者和保险公司 这个当然是 更谈不上信任可言了 如果我是保险公司的 负责人 哇 央视来拍 这么负面的东西 这能让你拨吗 所以这个事情完了以后 郭书记和王小红 离开了 保险公司把我们给拿住了 很客气 不让走 坐下来谈谈 那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这场谈话对他们 肯定是不利的 对于你们选择 配的一个比较什么的话 这么个问题吗 是 是 他们自己的表现 心里很明白 肯定不希望在央视播出 你态度是什么呢 我跟他们说的 不播出 这是不可能的 我想先化解这种对立 我们不是一种 对立的关系 我不是来打假的 我不是专挑你的毛病来的 我只是一个 纪录片的拍摄者 我在记录 我在记录一个事件 真实的发展的过程 一个灾害 它的发生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见 当它发生了 保险 怎么办 怎么帮这些农户 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中间你们有什么痛点 有什么难点 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 正说一些农业保险 还是一个探索阶段 探索 对 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们这个理解 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 来一直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我们可以跟着你们 一直看着这个保险 怎么一步一步地落实下去 怎么给农民赔付到位 你们公司的形象 不取决于今天这一次 如果你们意识到有问题的 你们有机会改 接下来的几个月 每一步的进展 我们会跟随 我说我们会一直看着你们 这句话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对于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来说 应该是压力很大的一句话 让他们 是的 一直到去年12月底 我们最后一次住春的时候 当时保险这个理赔 已经结束了 钱都已经打到农民的账户上了 那么我再一次 见到保险公司的 这个负责人刘伟 他还跟我说 他什么表情 应该说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已经是朋友了 可以坐在一起聊天 一起喝茶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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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老师 我一直记得你说的这句话 我们会一直看着你们 其实特别好 但后来好像 真到赔付的时候 王小红也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这其实是我们整个 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 就是王小红对保险公司的 这个抵触情绪特别重 所以我们很担心 接下来的这个赔付过程当中 每一次他们双方的见面 可能都会变成一场争吵 王小红 其实我更觉得 他挺像是一个生意人的 那在保险的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他有展现出来 自己的聪明吗 也许是他的文化程度低了 他看不懂这里面的门道 所以他只能用一种 最朴实的方式去拉喊 去表达他的这种需求 他心里更焦急的是 家里的老母亲 你看 今天不是我耗子好 你看他最最的边包打开的 你看 你看两半的 打的耗子 最最最能包打了 这边往给打了 没办法 你这要带家多数 哎呀带家的包 我他给你换你放心 王小红很孝顺 对 你从妈妈在评价 王小红的那种状态 能感觉得出来 这对母子的关系 是的 我这关系非常的亲密 王小红他们家 哥是四个 他是最小的 老百姓说嘛 百姓疼妖儿 是吧 妈妈是最爱这个儿子的 他也特别孝顺 所以随便兄弟 那几个都住在村里面 但是他妈妈跟他过 有一个细节 我印象很深刻 王小红在赶鸟 在赶雀 马雀在偷吃他们家骨子 为什么要种骨子呢 他说要给老母亲 熬小米粥 对 是的 老母亲日常的药费 花销也挺大的 一年得好几千块钱 所以说 这22年的 苹果园 就是承载了这一家 所有的开销 是的 他靠着这个果园 扬大了一双儿女 现在还得赡养老母亲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 寄予的期望值太高了 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他身边 似乎也没有太合适 可以商量的人 这事能跟老母亲商量吗 你绝对不能说 他是报喜不报忧的那种 尽管夏冰宝的时候 老母亲在家里也看见了 果园里受灾 猜也能猜得到 一说这个事的 大太太就叹气 往后从来都是开导他妈的 没事 咱上保险了 会赔的 吃药的钱总是有的 你不担心 后来真正专家来到果园 去订损的时候 那点其实我是没太理解的 王小宏终于判来了 专家来订损 为什么还会是 那样的一种情绪 他对这个订损的这个流程 这种方式 他不满意 因为这个政策性的 农业保险是 整村投保的 核灾订损的这个小组呢 他是拿着你上报的这个东西 下来抽查 对 看你的实际情况 跟你报的是不是吻合 对这种方式 王小宏就不满意 他就觉得一个村 我们就不可能是一样的 你作为一个中立的记录者 在旁边当时你觉得这个 抽查的方法科学吗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 抽查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但是问题 就这个村当时的情况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出在了前些的调查 做得不够细 怎么讲 它是一个从昆中平原 往黄土光源爬坡的一个园上面 它高低落差 方向不一样 农民受灾的果园也比较分散 那么每个地方的受灾情况 其实是不一样的 前期的统计 如果做得再细致一些 每家每户 到底到什么程度 再准确一点 可能后面的纠纷会少一点 那么当时呢 也是没有经验 村里头呢 做得也稍微粗了一点 就整体上就定为 都是中毒受灾 王小红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又和定损的专家 发生了一些矛盾 他就觉得 你们这种做法我都不认可 甭在我园子里做 上别人家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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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专家气的呀 就把那个全村的名单拿过来了 换 他要不愿意咱换一家嘛 咱们抽另外一家嘛 当时就要走 谁记得去抽另外一家 行了吧 为什么 你来就 你来就 谁去抽呢 要哪 要 我一看不行了 光机我就从镜头后 都穿到前头去了 这是 要和你来出 这次没踹他一脚吧 这回不踹他了 我得先安抚专家呀 我把那名单拿过来了 我就跟他们说 先不要着急 他是个急脾气 您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不要跟他这么顶着 您是工作 该怎么做 怎么做 您该怎么查 怎么查 因为这个抽查的现场 王小洪在不在 签不签字 都不影响 最后的定损结果 对 王小洪这边呢 我当然尽量地劝 你最好是配合 这是你盼的东西 你盼了几个月了 把人盼来了 你还是客观地面对这个事情 四个人开东西去 还不跟他说 这个词 王小洪 听点劝 听点劝 但是王小洪不给面子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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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哪儿去了 远远的 看着 后来回来了吗 他会回来的 为什么 他的园子 那是他的宝贝园子 那跟儿子一样的宝贝园子 你们这么多人在他园子里 他能放心啊 绝对不会的 他一定会回来 而且这三个 锅子后头 两个都是套了袋 那这可能有包上边 你看上边 上边 你看下边 大水里面你看上边 把我吃 有包上 再去 那我 我不怕 有包上 你看了我走 我全打 他用就用 我全都查我 你给你算着 他去吃个猴子 真的 给你都报告了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的话 张爱民家的那个苹果园的 受损情况似乎更严重 绝收了 是的 不必 这就没用了 这个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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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不 更大都不行了 这块儿就你看 弄砸的地方就不招了 你看 能招大都是某个东西 他对这个定损有意见吗 他没意见 他乐着呢 他赚了 因为他一亩地就投了200块钱 你一亩地赔500块钱的话 他还能赚300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他来讲赔付就很合适 那王小洪不一样 你张爱民一亩地才投入200块钱 对 王小洪投了4000 是你的20倍 最后赔付是一样的 一亩地都500 王小洪能愿意吗 那肯定不干呢 王小洪有意见 那最后王小洪是不是还得签字了 他不签字 全村都赔不下来 一个不签字 全村的受影响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是整村赔付的 你的保单是一张 全村在一个保单上 一个人不签字 这一村都赔不下来 谁去做王小洪的工作呢 村党总是书记童有名 和第一书记胡九玉 毕竟他们更了解情况 更知道王小洪的心结在哪里 他的痛点在哪里 我们更多的就是 去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就劝他们 一个是到王小洪家里去 看看他和老母亲的那种状态 看看他在果园里怎么忙碌 换换一思考 多理解他 理解他的难处 理解他的要求 有些东西呢 可能你们也就不觉得 那么的接受不了 然后到收苹果的时候呢 我们也动员他们 能不能发动公司的员工 主动地去买王小洪的苹果 他们公司后来员工 是买了40枪苹果 那是王小洪 果园里的开张生意 小妮如果带签去去嘛 盯紧跟她一脚 好 我先跟她 哎呀脚子还挺紧的 都是来打线 都是要的都是来打线 我先上玩个三了嘛 那四十枪苹果就是当初王小洪的敌人 那个王小洪的公司去买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么一来二去呢 就是大家的关系也就判断了 但是说实话 到最后看到王小洪的苹果园 收获的时候 我也有点意外 就是前面铺垫的感觉 王小洪这苹果已经不行了 他有意外吗 对他来说没有意外 每一个果子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所以受灾以后 他一直在生产自救 他通过网上这一块 实际上就卖了一万多块钱 好吃哦 哎呀他家苹果真的特别好吃 明年一定请你吃 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差异 就是以张爱民和王小洪 两个人来对比的话 我们买保险的时候金额是一样的 赔付的时候金额又是一样的 但我们投入明明是不一样 我们的损失也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也确实还挺矛盾的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依然值得探讨的问题 保险 你本身是助力脱贫工精工作的 是 应该是能够达到一个 防止这个因灾返贫 因病治贫这样的一个目的 至少在农民真正受到损失的时候 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个损失 是 这个像苹果这种商品程度 比较高的经济作物 它的前期投入差异会非常的大 投的多的跟投的少的几十倍的差异 那么你这种整村投保 整村赔付的这种方式就太粗放了 你对这种大户 中国大户 专业户 把这个作为主要产业来做的这些农户 保障就不够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块应该是 做得再精准一些 将来能够精准投保 精准赔付 让这些做产业的人 吃上定心丸 把这个政策的好处落到实处 是 其实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也感受到了两股利 一股利是像王小红这样的农民 拽着自己以及全村 沿着这条产业之路一直前行 同时我们也看到 现在农业保险作为一股托底的利 我们至少看到了 这个好的开始 是的 再次谢谢您 明天我的攻坚日记 咱们接着聊生银村的故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